第百零二集 高于生命的东西 妈的 许七安自认倒霉的暗骂了一声 想起了前世的职场生涯里 被领导穿小鞋的经历 那时尚且可以说一句老子不干了 打更人呢 衙门等级森严 不能用这种偏激的方式应对 你给老子穿小鞋是吧 那就别怪我在魏爸爸耳边扇风点火 许七安摸着肿胀的手臂怒火腾腾 点起人马乘上马匹 打更人和白衣们风风火火的赶往目的地 那位被抄家流放的户部金部姓程 有一座三进的大院子 此时已经被玉刀卫团团的包围 打更人赶到后 朱银罗抽出刀鞘 刀芒一闪而适 将城府的匾额斩成两截 握刀的手一挥 吵架 铜锣和白衣们一脚踹开中门 蜂拥而入 府里的仆人们吓得大气不敢喘 战战兢兢的缩在各个角落 路边花园屋檐下 他们昨日才知道老爷问罪入狱 府里正要走关系呢 谁想今天就来这么一群气势汹汹的狠人 许清安三人进入前厅 正要去后院 结果呢 被朱银罗一脚给踢了回来 你们三个留在这里 哪也不能去 结束后 我要搜你们的身 若是敢中宝私囊 一律处罚 其余铜锣看出许清安三人被针对 有的幸灾乐祸的冷笑 有的明哲保身 假装没看到 宋庭峰敢怒不敢言 向来沉默寡言的朱广笑 一张脸也阴沉了下来 许清安咬了咬牙 选择沉默 这时候不能顶撞 不然他会被修理得很惨 目送朱银罗进入内院 宋庭峰呸了一口 呸 断人财罗 这生儿子没撇的狗东西 对不住 是我连累了你们 许清安有点愧疚 宋庭峰翻了个白眼 目光落在许清安手臂 我看你多次摸手 伤得重不重 许清安苦笑的撸起绣管 手臂已经通红肿胀 宋庭峰脸色一变 那狗东西用气机了 寻常上司殴打下属 顶多就是皮外伤 绝不会暗度气急 打疼和打伤那是两回事 可见那个姓朱的 是何等的心胸狭隘 就凭这个伤 你就可以去告他了 回头找头去 头不会认他 宋庭峰看了他一眼 别给头惹事 虽同为银罗 可人家的父亲是金罗 背靠着参天大树 不是李玉春能招惹的 算了吧 下次见到他绕着走 只能认在 许清安撸下绣管心想着 我会去告状的 不过不是冲哥 是魏爸爸 所谓抄家 与许清安想象中的不同 没有乒乒乓乓乓的打砸声 相反 白衣和铜锣们显得小心翼翼 书房里某个角落里的花瓶 可能是指几十上百两的上好瓷器 用来摆放物件的小暗机 或许就指好几两银子 突然 前厅的三人听到了 女子尖锐的哭喊声和哀求声 怎么回事 许清安脸色一变 扭头看向宋庭峰 文书上说 只抄家不连坐 文书上 对户部成主式的判决结果是 抄家和流放 没有提家人连坐 也就是说 家人顶多是被赶出府 他们并没有犯罪 宋庭峰支支吾 许是府中女眷生的漂亮吧 他们想玩玩 这种事也常有的呀 狗屁 许清安骂了一声 大步奔向后院 后院里 女子尖锐的哭喊声 在多个房间里传来 伴随着男人的吟笑声 砰的一声 许清安就尽原则 踢开一间房的门 看见一位面生的铜锣 正在撕扯妇人的衣裙 那妇人五官端庄 皮肤白皙 上身只剩一件褐色肚兜 绝望的哭喊着 铜锣给吓了一跳 整个人脸色都不好了 要是再晚一些 岂不是要吓出毛病 他恼怒的回头看向房门 许清安冷冰冰的盯着他 扫了一眼 铜锣挂在腰上的腰牌 你继续啊 我记住你名字了 回头我亲自找卫公告状 委员的名头很有震慑力 那铜锣看了一眼 妇人又看了看 许清安阴沉的脸色 确认他不是开玩笑 于是有些犹豫 许清安没搭理他 抓紧时间 如法炮制的 踢开其他几间房的门 用同样的方式 吓退了欲行不轨的铜锣 没有见到姓朱的 许清安心里一沉 没有犹豫 一脚踹开了最后一间房 果然在里面看到了朱银罗 而他正宁笑的掐着一个少女 恶趣味般的一件件 拨他的衣服 那少女的年纪看着不大 眼角挂着泪痕 抽抽耶耶的 想哭又不敢哭 这一瞬间 许清安的怒火烧到了顶点 但他没有鲁莽 只是死死的盯着朱银罗 朱银罗脸色阴沉 滚出去 许清安不滚 他毫不怯场的 与一位炼神镜高手杜伟师 逐字逐句 你敢碰他 我回头去卫宫那里告你 听到这句话 少女眼里迸发出强烈的光芒 宛如溺水的人 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这边的冲突 引来其他铜锣和白蚁 他们站在不远处 诧异地看着这位名声雀起的小铜锣 与银罗的对峙 行 不知死活的东西 如果说之前 是看不惯许清安出风头 那现在就是对他动了赶尽杀绝的怒意 朱银罗掐着少女的脖子 将他踢在半空 大步走出房间 许清安感受到了澎湃的气急 你别冲突 别冲突 你吃到后果的 他的语气里夹杂着哀求 许清安找回了点冷静 明白宋庭峰的警告 其一 铜锣攻击银罗是大罪过 便是当场割杀也是 咎由自取 换句话说 姓朱的把女孩拖到院子里 当众凌辱 其实是在刺激许清安 逼他出手 这是要置许清安于死地 其二 炼气精 怎么打炼神精 地位和实力都不允许 许清安没有放弃 认真地重复 你敢碰他 我就向卫公告状 你可以去告状 但得在我想用了小美人之后 其他铜锣或许会忌惮 许清安的威胁 他不怕 有一个当金锣的父亲兜底 再加上自己做事有分寸 基本不会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或者祸事 凌辱几个犯官家眷怎么了 多大点事 而且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每年那么多的犯官抄家流放 家中女眷即使不被连作 就真的能平平安安脱身吗 总要付出点什么的 朱银罗轻蔑地笑了一声 摆出要凌辱的姿势 有的铜锣撇开了头 有的则吹着口哨发出怪笑 这个刚上初中年纪的少女 即将面临的命运 深深刺激到了 二十一世纪穿越来的灵魂 松开 宋庭峰听见了新童辽的话语气很轻 可他的表情是那么的坚定和决绝 鬼使神差的 宋庭峰后退了一步 许清安的眸子沉静 气息沉静 所有情绪往下沉淀在瞬间进入了最佳状态 他按刀柄的拇指轻轻顶起黑金长刀的护手 让他出窍了一寸 呛了一声 长刀出窍的声音回荡中 朱银罗爆起 眼神凌厉 出手干脆 一刀劈向许清安 他早就准备着了 狂暴的气急汹涌而来 宛如海潮 许清安就如同磐石溃然不动 集中一点 登风造极 呛的一声 又是一声出窍声 众人只看见一刀细线般的刀光 一闪即逝 只看见许清安按刀的手似乎动了动 那柄略显笔直的刀 依旧在撬中 刚才铿锵有力的声响仿佛是幻听 朱银罗不动了 双目圆灯的降在原地 几秒后 他胸口的银罗裂开 哐当摔在地上 紧接着 胸口裂开刀痕 鲜血喷涌而出 溅在许清安的脸上身上 在一片死寂中 他无力的朝后倒下去 恶情 宋亭峰最先反应过来 脸色沙白的扑到朱银罗身旁 摸了摸净动脉 宋亭峰喊着 没死 没死 快救人哪 救人哪 场面一下子大乱 一部分铜锣对朱银罗进行抢救 输送契机 轻到丹药 然后将他抬走 打算送回打更人衙门救治 另一部分抽刀 连绵不绝的铿枪声里 团团的包围许清安 沉默寡言的朱广孝 按住了刀柄 护在了许清安面前 宋亭峰脸色发白 他艰难的从喉咙里挤出 你逃吧 一刀抽干了奇迹的许清安 摇了摇头 眉眼间尽是疲惫 我逃了 我叔叔婶婶怎么办 宋亭峰暴怒了 他拽住许清安的衣领 指着茫然无措的少女咬牙 切齿 值得吗 为了一个不相识的女子 值得吗 她还是个孩子 总有些东西 要告语生命 许清安凝视着她 她脚步虚幅地往外走 没人敢拦 她走一步 大耿人们退一步 十步之后 许清安摘下腰牌和匪刀 置在地上 然后 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动作 他眺望着远处的天空 抬起手 行了个军礼 时隔多年 许清安的脸上 再次洋溢起 踏出警校时的朝气 尽管 他浑身欲血